大家好 我是杨玛丽 这个是我的老娃妈妈 这个是我的中国老公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二姐 今天我们来到上海了 然后我也很好奇今天 看看二姐也带我们去哪里玩 在二姐他们的小处里面真是太大了 基本上买什么东西就不要出门 都可以买得到了 二姐家里飞机床很正 一天飞机飞得不停 一会一个 现在我们来到目的地了 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啊 姐 这个是啥地方 七宝楼街 哦 上面那个七宝楼街啊 哇 真的太开心了 没有想到我会来到这个地方 还不是我一个人 我还能站上我的老娃妈 来到上海的七宝楼街 你好 千娘古正 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 我很开心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呢 都会呢 要来祈福 大家看一下 哇 这里太漂亮了 二姐里面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里面什么都有 吃的玩的 哦 吃的玩的 吃的玩的 吃的玩的喝的都有 还有什么工艺品 工艺品 对的 人才有人要不得了吗 工个正道会掉 哦 慢慢的 到这里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玩具 小的时候一些的玩具吧 哇 进行看一下吧 老公 这个就是你们小的时候爆爆糖吗 哦 对 小的时候吃的 那小的时候你还没有吃到 现在给你吃吧 哈哈 哈哈 你啊 有口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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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口味呢 我的姐妹兄弟和我一起看看 这里面有没有你小的时候 吃过的粮食 和玩过的玩具 我呢是老卧人 所以从小到大 是没有见过的 这个就是小的时候擦脸的吗 擦脸 擦脸 谁用过这种化妆品 给玛丽裤个衣看一下 我老公说 他们小的时候呢 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吃的也没有吃过 玩的 他也是没有玩过 看到这个电视呢 我想我爸爸了 之前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爸带我出看过电视 都是这个样式的 我妈妈呢和我一样喜欢照相 走到哪儿必须要拍一张 我们还在拍照 我老公都来这里做一下吃饱饱堂 享受一下小时候的感觉了 怎么样 回到五六岁的时候了吗 今天来到这里呢 不只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还能体验到中国的美食文化 在这里呢 今天仍然是非常多 一般呢都是一些年龄大一点的修属 我妈妈说 她来到中国 最惊讶的就是 中国人太多了 走到哪里 人几人 第二 中国的小吃美食真的太多了 我妈妈人生这一辈子 都是在老我农村生活 没有想过会有这个机会 来到中国上海 不是官网吗 我自己今天呢 也惊呆了 再来中国三年多 都是在详细农村生活的 没有想过今天会来到中国上海 今天买的鸡酒营萌 萌萌的 嗯 把这个玩具有感觉好看 这还有这个蓝色的 这个给你 哈哈哈可以 老公到里边去看一下衣服给韩子七吧 你看这个很好看 嗯 不好看吗 没有这种好看 哈子七太喜欢纯了 给他买一个嘛 还要高跟鞋 啊 还要高跟鞋 还要苦红呢 给他买一个纯子吧 行不行啊 行不行 行没 好看吧 有吗 转一圈了照明要累了 对啊 太累了 坐在里收拾一会 那一晚 等下这两个早起来就会累 嗯 早上吧 老公 我们很好奇这个房子 我们想去那边有点差别啊 那边盖房子 可是一个地方一个特色嘛 不一样 这边都是老房子 哦 这个是上海的老房子 对 我们现在呢已经回来到小厨了 在小厨里边呢 还有一个桥 看我老公今天买了一个帽戴上 蒸上个手兔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是不是最喜欢脱过东西 哈哈 刚才那家房的楼板有个打电话说 看能不能十二号再给他播一场 再给他播一场 因为他看咱们视频咱们在上海 他没回去 就说不行 离得很远近说 12号 过去他播一场 播一场 然后咱们再回 我想呢过两天 一两个月再过来嘛 哎 我 我 我看有东西说是 快好快进了嘛 咱们先去就播一场吧 播一场 嗯 播是可以啊 又看他有没有要求嘛 没有 没有 他也看到我们那天卖衣服的 是想要收了 对 只有他觉得可以的话 我也行嘛 我们反正现在也没有回去 我打算呢 那如果不播的话明天就回去了 我想孩子心差点了 那现在去播一场 播一场 那明天十一 后天 后天播吧 到后天走 还有三天时间 十二号播 十三后杂就可以回了 那明天就十一号 那行嘛 你给他说只要没有 要求他拨就拨嘛 行